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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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上有画落 一首和一方 来来回回之间 画世界变万化 实在不简单 很久的运动 充满只为意义 一场余落之间 速度零度配合 神性的断念 高调低低气 有别永恒的定律 转压转压转不停 绽放生命火光 一档火 燃烧行火 烧掉星球那迷惑 羞羞热火是能量 千岁百点金刚 要经过琢磨 一档火 燃烧行火 重火 障碍不却落 只想不细成长 要度过青春岁月 由我来掌握 如果我没猜错 谜底很快就要揭晓 不就是蒙烈人吗 教练 我请求加油训练 你拿什么出来都休想都对 Wo hope 武冬火力表演 你的技术不错 看来 你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 铁血羊 这个名字我喜欢 我宣布 由上芳荣选手 担任本届精英队队长 从现在起 带领全队就是上芳荣的使命 你有义务监督他们的行为 也有权利纠正他们的过失 队里的大小动态 也有权向我汇总 明白吗 明白 教练 我反对 你疯了 少说两句 说 但务必检要 刚才黑榜提名 您自己说 队员入队时间不久 观察期太短 既然他根本不了解我们 那他凭什么当我们队长 还有谁这么认为 我 都不说 都是这么想的吧 你们当然不了解他 你们跟他真正相处不过十几个小时 但是 我了解他 因为我和他认识了三年 这么长的时间足够让我对一个人的品行及办事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 特别是在火龙队出现状况的危急时刻 尚方荣选手临危受命 担任起火龙队第二任队长 挽救了火龙队 这难道不比那些所谓的自以为是实财傲物 从来不按教练训练大纲办事的队长来得更称职吗 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解散 这个铁血羊简直就是暴君嘛 息怒 息怒 蛮横霸道 独断专心 尚方荣是他以前的队长就认认为亲 外里还一套一套的 哎呀 一天训练下来这么辛苦 何必再发这么大脾气呢 我不服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了 你虽然没有话语权 但是还是用挠骚权嘛 我也很生气啊 你说铁血羊这种人怎么能当主教练呢 你还有脸说 关键时刻怎么不出来帮我说理 我 我没有说吗 你说了吗 哎 好像是没有 卵骨头 缺感 哎呀 别这么说嘛 我当时是想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们跟他硬顶能顶出什么好处 别想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去留 会耽误大事的 你想想 我们加入金队容易嘛 他有本事开除我好了 谁稀罕 我还巴不得他开除我呢 姐 再也不想和上方农艺间屋了 那你晚上住哪 姐买个睡袋睡露天 这 露营啊 好主意 这人到哪儿去了 他们根本不愿意来这儿吃 这都什么菜呀 咬一口甜 嚼两下咸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菜 试荤试素我都没吃出来 走 咱们换个地方觅食去 这种猪食啊 我受够了 谁说这是猪食啊 你们说说 我做的饭菜怎么不好啊 你们 都提提意见 我听听 您的饭菜 难以下咽 海菜咸 住口 咸一点下饭 你懂什么 一派胡言 不是您要我们提意见的 没错 我是让你们提意见的 可是你的意见是错误的 极其错误的 你说你们 小小的年纪 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 你们知道 粮食来得多么不容易吗 想当年 我小的时候 那 怎么回事 都不爱听是吧 都站好了 王大爷 我们不是不爱听 我们还要训练呢 你少拿训练来吓唬我 告诉你 我们这儿 是集训营正规的餐饮部门 每年来这里集训的运动队啊 十几拨 二十几拨 他们吃的都是我做的饭菜 就没有不交口称赞的 你们怎么了 你们经营队就这么难伺候 我们不用伺候 我们只是 住口 还要狡辩 王大爷做饭容易吗 对 你的嘴是用来吃饭的 不是用来狡辩的 我说得对吧 王大爷 你这位队员说得对 他说的跟我想要说的 一个字都不差 这叫 小子可教 那叫儒子可教 闭嘴 你好好跟人家学习学习 好好改一改你那个作风 我还不能说话 王大爷 我一定监督他好好改正 不能过了好日子 就忘了穷日子 有出现 这一看哪 就是吃过苦的 下次来了 我给你加餐 好了 你们都回去训练吧 谢谢王大爷 王大爷再见 走走走走 好 那个贴血压也太不讲道理了 怎么能强制任命队长呢 那个上方荣凭什么当队长 杨教练任命上方荣 总有他的道理 有什么道理啊 是凭他的球技还是凭他的微信呢 没一样有说服力 韩领队好像也挺不高兴的 你管那么多干嘛 专心练自己的球就行了 我只是看不过 我觉得这个队长你跟妖阶都能当 我觉得杨帆也不错 他当过火龙队队长 而且球技高超 高超什么呀 就是没碰见我 你能不能谦虚一点 我说的是实话 那么火龙队就是个地区冠军 我们旋风队还有烈火队 可是全国冠军不在一个级别 我看你这话有点紧底之蛙了吧 表姐我有时候找你 对 我去一下 杨帆 什么意思 林青 你少说两句 怕什么 他们火龙队净出人物 不好好练球 不是出什么蒙面人 就出个魔鬼教练 你可以看不起我 但你别看不起火龙队 我哪敢看不起你 要不我们俩对决一场 看谁更有资格进精英队 如果你想切磋的话 我愿意奉陪 好啊 杨帆 这次对决还是我来吧 入队以来 我们还一直没有切磋过 这次 忌讳难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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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啊 对了 杨帆 你刚刚说找我有事 教练 这是我拟定的队员分组名单 交给您备份 好 谢谢啊 主教练 练务分组的事 恳请您务必配合 我说过了 日常训练时间之外 你全权掌握 教练 我需要一个公开的场合 由您来宣布练务的决定 我最大程度地配合你 并不代表 我就必须主动站出来支持你 我对练务 还是只保留意见 现在是 将来也是 感觉怎么样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确立分组 队里十四个人正好两个人一组 你以前接触过这个 嗯 只是后来没有来得及 让洪荣队继续下去 那你为什么 第一个来找我 因为我需要你的支持 你觉得有问题吗 没 没有 太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今晚就先去睡服队员 养饭 怎么了 精英队现在 有队长 这我知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先和上风龙谈谈 我也带过队 如果手下的队员都各自为政 那这个球队就会毫无成绩 甚至解体 抱歉 我不是指火龙队 我知道 你不愿意练舞 不是 我 别说了 我能从你的眼神里看出来 好了 这件事 你再想想吧 你再想想听 真的 不得了 我不得了 好 好 真是前世作孽 新古来的职工 说不干就不干了 连个稍微正式一点的辞职报告 都舍不得给我打一分 静止是自由散漫 目无老板 老板在吗 来了 客官您请 人呢 五二块餐店 装修不错嘛 您在这儿呢 您吃点什么 有什么特色菜 随便上 好嘞 您等着 本店的特餐 您请 一共是三十九块五毛 都寄在零零的这儿上 原来是这样 想吃霸王餐 你也不打听打听 这里是五二块餐店 不是水湖里的快湖林酒店 不好意思 您请方便吧 这 我是林林的表弟 我和他一起来云岗市的 我已经好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您就看在林林的面上 我心里方便 是 你是林林的表弟 是 是 我还是林林的大爷呢 我告诉你 你不提林林 我兴许还能让你设账 可是你一旦提到了她 那我就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门也没有 回去告诉你表姐 别再让那些七大哭八大一的大物质来吃白食 否则我就辞退她 阿卿 你干也没了 连水也没了 赫马 不是说好给我打包回来的吗 小人 太惨了 我就不信 老天能饿死瞎瞎巧 你 你在这儿 是你啊 明天 罗兰教练是不是就要确定练武的分组了 是 但是主教练也如果不支持 你 是不是也不会参加 我 我想 我应该支持主教练的决定 我就知道 杨帆 这世上没有打不开的结 你应该和主教练好好谈谈 他毕竟是你的 别说了 对他我比你更清楚 你还是做好你的队长吧 对我 嗯 嗯 你 嗯 天无绝容之路 要是我早想这地方多好啊 光吃馒头不来点咸菜 说说吧怎么混进来的 我我是唐领队的表外手 这次悠悠球协会临时特招 我刚刚火先入队 唐领队的表外手还临时特招 有通知书吗 我是电话通知 电话通知 那我去问唐领队 别别别 他已经休息了 站好了站好了 那你说说 为什么来食堂偷馒头啊 因为大家都说食堂饭菜好吃 所以我 是吗 谁这么说的 都这么说 整个训练机的人都这么说 所以我才牧名来 就冲你这句话 今天我就要跟你露一手 我都看家菜 你等着 我实在是 在身边 有点放音 但是ット 肯定会不未来 你蛮丰恋� griev吧 你蛮丰恋的 陽曾找你 很多人是为了练ゴ的事 你答应了 没有 为什么 我没有想好 你知道的 我从来都不跳舞 也不喜欢 你不玩足球以后 不是也说过不喜欢悠悠球吗 最后还不是欲罢不能 这 这不一样 要不 我教你 你决定加入了 我们在 阳光灿烂一天出发 心中许下的承诺 大家一生也信守 蓝天之下的约定 天大地大隔不通的路 你和我要踏上成长的旅途 满场路上感到孤独迷惑 请你相信我 抬头看看天空 深深呼吸 怀抱着新年 白的云 蓝的天 风雨过后会重现 不管分开多远 肝鸡鸣 Who 耳边 白的云 蓝的天 梦想终于会实现 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 平坚的眼 蓝的天 风雨过后会重现 不管分开多远 共鸣心声在耳边 白的云 蓝的天 梦想终于会实现 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 平坚向前 白的云 不管分开多远 共鸣心声在耳边 蓝的天 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 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 在同一天空下纵横地平线 中文字幕广轨